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柳树的牙还可以食用 柳树又分很多种河边最常见的麻柳树的叶子 是可以用来毒鱼的 我身后的这一棵是垂柳 它的嫩牙是可以食用的 有很多公园里面都有栽培 柳树的根、皮、枝叶都可以入药 它有清热解毒等功效 好玩的是有一种侵害柳树的昆虫 叫天牛 它的幼虫也是一种传统中药 本草纲目中记载 这种虫烘干脱粉、泪脱 可以治疗胃痛和牙齦肿痛 很多农村的小伙伴都见过还玩过 以前药房也收过这种虫作为药材 在现代医学中 把柳叶制成注射液 对治疗上呼吸道感染、肺炎、咽喉炎、气管炎 都有很好的疗效 当然有些小伙伴的气管炎是没法治疗的 因为气管炎是天生的 好 等会儿 有子 有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把所有的感覺都放入 要保持得很順暢 但是就算有保持 如果要保持本身 一定要保持得更好 中美紙 今天我要做柳牙煎饺 先给柳牙焯水 然后调馅 用我带来的饺子皮 来煲 把柳牙线放入葱姜蒜 盐 鸡精 麻油 就可以了 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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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煮熟,晾干,用油煎 还有一种方法是直接用水生煎 所以用水银 把饺子晾干,差不多十来分钟 就可以下锅,用油煎了 我用木材气化炉 以前用奶粉罐,教大家做过 它的特点是,火力很猛 但是,火力很容易 但是,火力很容易 所以,火力很容易 就会浪费 不幸,火力很容易 放回来 所以,火力很快 我看,火力很快 水 水 水 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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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能不是很好看 但是一定比野人哥哥的专利饺子好吃 有些小伙伴不知道专利饺子 可以回头翻一下野人哥哥之前的视频 清香中带有一点苦涩 春季的柳芽 值得大家试一试 它的做法有很多种 比如野人哥哥最爱的米面饼 可以做成柳芽米面饼 还可以做炒鸡蛋 凉拌 蒸包子等等 但是要注意,任何东西都要适当的吃 特别是柳树 因为它全身都可以做药材